为什么到海外当志工 台湾需要帮助的人也很多 曾被国合会派到贝里斯当过海外志工 目前在外商旅游平台担任IT的廖维军 当初是这么想的 参与志工的初衷 一来我是想知道资讯工作除了赚钱以外 有没有机会可以帮助到别人 另一方面我也想了解政府的外交工作有哪些 后来接触了国合会的海外志工后 才发现原来国合会不是NPO或是NGO 而是ODA 国合会是协助我国执行政府开发援助的专业机构 也是台湾第一个以推动发展工作为重点派遣海外志工的机构 派遣的志工多需符合合作国家的需求 并以教育环境农业工卫医疗 自通讯等领域为主 曾在泰国服务的林永新也在一国文化中跨出局限 开发潜力 并确定日后服务世界的道路 我本来是深信比较害羞的人 当年有机会去到海外做国际志工 从事教育的工作 对我来说算是个人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后来回到国合会服务 蛮开心的就是能够有机会透过海外志工 然后真正进入到我自己有兴趣的发展领域服务 海外服务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文化 但若想把服务做得得心应手 达到深圳帮助别人的快乐 就要学会尊重不同文化融入当地 在深度下对于孩子的管教比较自由 小朋友跌倒了他们会自己趴起来 在上课时也相对比较活泼 在这样跨文化的教学中 让我开始思考开智更多的可能性 国合会对志工提供了观念建立 健康安全 文化烹饪等等多元面向的行前课程 帮助志工面对可能的挑战 让他们带着各自的专长 透过海外服务 将台湾经验传递到世界各地 与当地建立伙伴关系 并将跨文化的经验带回国内 志工的工作部分 我需要跟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合作 所以在工作协调能力是成长蛮多的 那其实回国之后 就遇到我们公司有美美的拓展的一个计划 像我这样子曾经 就是在海外独立作业 工作协调的这种经验 就可以马上派上用场 有些志工返国后 在职业发展上有了不同的规划与选择 2010年我在尼加拉瓜 两年的华文教学时光 后来我进入外交部服务 被派驻到非洲赫拉丁美洲 志工的生活经验对我的工作帮助非常大 十多年前参加国合会海外志工的机会 现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规划 接着从2003年开始透过处外的模样 让我在执行计划时学会换位指导 以及有效利用课法制 而在台北医学院担任国际医疗中心 副执行长的游英如 也是因为国合会志工的历练 展开他对国际公卫医疗领域的热情 2018年7月我回到台北医学大学 副社医院国际医疗中心 担任副执行长职务 也开始在阳明大学就读博士班 因为国际医疗卫生领域 是我热情的所在 在阳明大学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在阳明大学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我现在就会有这样的东西 感谢观看